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稻米是台湾的主要作物 台湾有83.3万公顷的耕地 耕种稻米的面积就占了一半 而您有算过一碗饭有几粒米吗? 答案是4400多粒米 平均一天吃掉四碗饭 一年有365天 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年吃掉642万4千多粒米 排列起来等于六座101大楼这么高 很惊人吧 这是身为台湾人的你不可不知道的小尝试 江湖上流传着许多有关稻米的谣言 你一定也有所听闻 例如吃饭会变胖 长虫的米坏掉了 吃无辜米比较健康 米制食品越Q弹越好 水果放在米缸里有催熟作用 洗米水为什么是白色的? 让我来告诉你真相吧 其实白饭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脂肪低又有饱足感 而且米饭中含有帮助脂肪代谢的维生素B群和压油酸 所以吃饭不会变泡哦 吃无穀米是健康的 但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有些疾病或肠胃不好的人是不建议食用的 水果放在米缸里 有催熟的作用 没错 因为稻米会释放一种名为乙烯的催熟剂 这些气体在米缸里大量的聚集 可以使水果加快地成熟 长虫的米并不代表米坏了 而是在粘米的过程中 没有完全将米虫给去除 放在常温下 米虫很快地就孵化出来了 只要将米低温保存 就可以减缓米虫的滋生 洗米水为什么是白的? 因为米含有维生素B群等营养成分易容于水 所以才会造成洗米水是白色的 而市面上有很多米质食品 为了使口感更Q弹都添加了棚沙 但食入后对人体有害 所以越Q的米质食品不见得是好的 谣言终究是谣言 了解真相后 让我们更爱正统的台湾米 你知道关于稻米有哪些传奇人物吗? 说到爱米就不能不知道 吉永吉与墨永仁 他们两位共同改良了原来米品种 创造出我们所吃的蓬莱米 江湖上称呼他们为 蓬莱米之父 蓬莱米之母 再来介绍这位 来自嘉义的年轻小伙子 他贴心地估计每位顾客用米的速度 不用等到客人上门 就主动将米宅配到家 造就他成功的事业 他就是我们家喻户晓的台湾首富 王永庆先生 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类从稻米中发现了五万种基因 在徐树梅女士的解码下 找出了稻米内抗逆境的基因 再把这些基因放大 便能因应未来多变的气候 他就是水稻酵母 民国九十年台湾加入WTO后 外来米的进口对台湾农业 造成很大的冲击 这时出现一位有为的青年 杨蓉门 用激进的手段为农民发声 这位正义的勇者 人人封他为白米炸弹客 这些人都是你不可不知的 五大传奇人物哦 你知道稻米除了吃之外 你还了解有什么关于稻米的新奇事物吗 在台湾 有许多艺术创作者 运用稻米来传达对台湾寄托的情感 有豪芒雕刻家 在稻米上绘画出令人赞叹的精细作品 还有云门舞级以稻田为题材 跳出台湾农村的生活景象 在饮食文化上 有世界冠军面包之称的米酿丽香面包 微醺的小米酒与荔枝干巧妙结合 激发出多层次的口感 让人欲罢不能 这可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台湾之光呢 还有最特别的 世界十大怪石之手的猪血糕 漆黑的模样 是让外国人无法接受的 在地小吃 但对台湾人而言 是不可或缺的夜市美食 说到这里 你对稻米有更加的认识吗 还有很多新奇的事物 等着你去发现 就让我们一起重回 对稻米的热爱吧 台湾米食琳琅满目 在节庆礼俗中 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例如过年吃年糕 象征着年年糕声 是每到过年必吃的糕点之一 而元宵节为什么要吃汤圆呢 因为汤圆的外形圆滚饱满 象征着团圆与幸福 是元宵节不可或缺的米食料理 短午节吃肉粽 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 为国牺牲 三角形的外观散发出迷人的香气 真的是让人食指大动 在台湾礼俗中 当孩子满月时 会赠送油饭给亲朋好友 代表儿女有风衣足食的未来 并能平安长大 结婚汁汤圆 有着甜甜蜜蜜 与多子多孙的意思 在这些节庆离俗中 都凸显米食在台湾的重要性 介绍了这么多料理 是不是也心动了 不要怀疑 赶快去品尝台湾的米食料理吧